中日格斗大战一直都是被全民进进格斗的一个话题 历史上双方曾有过多次交锋 我与中国格斗起步比较晚 所以和日本有着差距 中国总是输多赢少 而且有一个不成为的规律 在谁的主场谁就会获胜 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放弃 而且中国一直都在进步 今天熊猫哥就来带大家看一场经典的中日对唱赛 2018年7月22日 古林峰派出由傅高峰领先的七元大将出征日本 和著名赛事Crash举办7V7对抗赛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 双方火药味十足 日本面具男左右田泰臣提出建议 谁要是输掉比赛就要剃光头 中方也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第一场先锋战由王俊玉对阵山本植树 王俊玉是方面的大弟子 体制内的散打冠军 而山本植树是名将山本优弥的弟弟 曾经取得过五连胜 比赛中山本植树以腿发控制距离 开局便掌控比赛节奏 王俊玉试图切入内线和对手拼拳 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第二回合王俊玉眼角被打开 鲜血直流 后面的比赛 两个人你来我往 谁也不肯退让半步 三局战霸 两个人打成了平局 在加赛局中 山本植树凭借更多的有效民众 点数获胜 成員 前赛 第二场四封战 由金英对阵灵木勇人 金英从莫德哥古林峰新人王 也是原年轻的老将 灵木勇人是九宝犹太的高徒 主要参加65和67攻击级的比赛 在体型上占优势 首回合双方以试探为主 金英在中远距离输出拳腿组合 但是一直没有太好的效果 灵木勇人的拳腿一般 但是内围比较出色 金英因此陷入弓战 最后一围盒 金英试图加强进 对手则以远距离的 腿法和吸法进行中期 结果金英被对手逼到绳脚 遭连吸毒秒 最终遗憾败败 天鱼 太子 几乱 大致 他就像是在這裏的 大致的衣服 差勢啊 他們是上場的 他可能會是動了 把他自己的衣服 他媽媽的 他媽媽的 他媽媽的衣服 就像是先 他媽媽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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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個衣服 他媽媽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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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场武将战由赵冲阳对阵凌鱼奈 赵冲阳是中国小级别超新兴 曾经接待过很多组织的冠军 被称为冠军收割机 而他的对手凌鱼奈 硬硬硬硬硬硬的金腰带应用者 这场属于棋锋对手 也是当晚水平最高的一场 比赛一开始赵冲阳便向前压制 连续的重拳打得凌鱼奈非常狼狈 只能通过不断移动和低扫进行反击 随后两个人进行激烈对峰 场上气氛也达到了顶点 第二回合赵冲阳更是更加凶猛 拳头如雨点般砸向对手 打得对手节节败退 可惜到了回合末 盈余奈突然打出几具联系的重拳 将赵冲阳KO在台上 实在让你可惜 此时中国战队已经处于三连败 第四场中间战由傅高峰对阵高木剑太 傅高木曾连续六年获得全国散打冠军 以重拳重腿助撑 高木剑太是一个综合格斗拳手 水平并不高 比赛一开始傅高峰便以重拳重腿压迫 连续三次以摆拳击倒对手 轻松KO获胜 而此时比赛刚刚过了几十秒 中国队终于扳回一局 第五场三将战由猛国东对阵左右田太臣 猛国东曾经和很多世界名将有过交锋 打法硬朗 而左右田太臣是成名一种的老将 重获得过Rice冠金 并且杀入过世界前十 猛国东的态势打法并不吃亏 首回合双方更多的是试探 在熟悉对手后 洋人加快了进攻节奏 并开始在内围拼打 都打出了不错的重击 到了第二回合后半段 双方在内围拼拳过程中 猛国东腹部遭到重创倒地不息 惨遭KO 第六场副将战由王志伟对阵左左木大藏 王志伟是武林方的新人王 实力中规中矩 而左左木大藏则是日本Crash冠军 属于一线拳手 比赛第一回合双方打得比较自信 左左木大藏有几个刺拳击中了王志伟 随后两个人节奏都慢了下来 就在寻找机会进行输出 比赛并不是很激烈 而且他们都是以单发为主 并没有态度的组合 整场比赛打得平分球色 那由于是客场比赛 王志伟的表现并不激奇 最终三位裁判一致判定左左木大藏获胜 最后一场大将战由薛申镇对阵波布轰松 薛申镇是印隆奥举名将 体力充沛 打法凶猛 而他的对手则是日本这次最大牌的一位 波布轰松曾经获得过K1 Crash和ISKE的世界冠军 巅峰时期属于日本一科级别 整场比赛两个人进攻积极主动 打得非常激烈 薛申镇以左右的摆拳和低扫为主 波布轰松则以西撞和耗手迎击 作为进攻手段 在命中率上 波布轰松更胜一筹 第二回合多次重击薛申镇的头部 最终两个人打满三回合 波布轰松以一分的优势赢得比赛 这场比赛中方1比6惨败 除了副高峰 其他人都遭遇了失利 而赛后 中国拳手也信守承诺 剔成了光头 几乎其是原因 首先这次日本拳手的体型 普遍比中国拳手较大一圈 这就导致他们在比赛中 力量更占优势 不得不承认 日本人在检查方面 确实有一套值得我们学习 其次 克场作战 中国拳手的发挥 肯定不如在中国那样好 而且整体实力 我们确实要逊色于日本 但是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 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如今中国很多小级别拳手 如邱建良 魏瑞 张成龙 早已经有了世界级的水平 相信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赶超日本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